這次用的經文是《蝦土人傳義》十七節,我們之前也講過,不過我們現在是以術令恩賜的角度來講的。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,我要將我的靈囂冠煩有血氣的,你們的兒女要說語言,你們的少年人要見兒像,老年人要做兒夢。 在那些日子,我要將我的靈囂冠我的仆人和侍女,他們就要說語言,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,我要顯出神跡,有血有火有煙霧,日頭要變為黑暗,月亮要變為血。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,到那時候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這個經文所說的,是告訴我們神的心意就是,神要將說語言的能力賜給祂的眾兒女。 神的靈囂冠煩有血氣的。 神必製造環境下的靈囂冠煩有血氣的能力賜給祂的人。 神會將這些因事賜給祂的人,那是神的心意。 神是活躍成就的。 我們也講到時間限制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到, 日子還未到以前,到那時候份,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即是在這個世界末日之前,在二十節也講到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,要變為血, 這也是在末日的最後的時期,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,就是在世界末日之前, 在那時候之前,神的兒女都要說如言,見意象,作意夢。 這個經文我們只是很簡單地說,就是神的心意是神要將他的靈敲冠犯有血, 就是神的心意,所以神會在那時候賜恩賜, 給不同的人能夠說如言,見意象,作意夢, 這是神的心意,所以這個經文是讓我們放心, 即是放心,神會將這些恩賜賜給我們的, 我們可以放心去追求這些恩賜, 我們可以放心去深信這些恩賜是不會停止的,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,這個是神會祝福,會加力給我們的。 譬如在我們的群體中都有, 有些人都說到他會見到義象,見到耶穌,見到天堂, 都是有不同的人有這些經歷。 當我們有這些經歷的時候,我們都是用一個感恩的心去領受, 也都是知道不是值得驕傲的,這些全部都是神的禮物來的, 每人恩賜不同,見到耶穌的,不需要覺得我比別人強, 我跟別人不同,我們不需要這麼想的, 因為神呢,祂將這些恩賜賜給人, 祂有祂的心意,是有祂的目的, 我們就是做,就是我們做可以做的, 但是我們善用這些恩賜, 譬如我都請那些人,有些恩賜的,見到異象, 作兒蒙,我也請他們分享的, 讓我們能夠幫助人, 應用出來,真是在神的路上,能夠, 榮耀神和祝福其他人, 因為這些見到這些異象是會有幫助的, 當然每個人的程度不同, 譬如我在網上見過有些人, 他們就見到天使, 譬如其中一個人, 他就說到他在一次聚會, 耶穌叫他脫鞋, 他即時脫鞋,因為神呢, 就是說神的同在是聖結的, 好像在聖經裡面, 當,譬如約書啊,見到神的時候, 他是叫他脫鞋的, 這個是聖地, 然後那個人呢, 他接著就被神提到空中, 提到空中呢, 在空中呢, 看下來,看到一個聚會, 然後一路升上去, 後來他就開始見到天使了, 看到天使之後呢, 他呢, 後來就見到神要做什麼工作啊, 就是神要醫治某一個人啊, 那神就使用他了, 那就是說見到神的意象呢, 其實是, 是真的很有幫助的, 那但是我們一定要保守, 保守我們的生命, 沒有破口啊, 就是千萬不要破口, 因為要破口的時候, 也都可以會見到魔鬼的意象呢, 這樣的時候呢, 就會破壞神的工作了, 所以凡是, 其實任何基督徒都是這樣的了, 我們領受到神任何的, 給我們的圖畫呢, 我們都感激神, 也都處理生命, 讓我們活在神的, 同在和恩賜裡面, 去發揮恩賜, 而沒有那些恩賜的人, 也都不要覺得, 我不及人, 因為神給人恩賜, 他有他的心意的, 每一個人不同的,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要做同樣的事的, 我們不需要, 覺得, 我不及人, 我們有的恩賜, 我們發揮就可以了, 那我們這次就是, 簡略講這一段經文, 有沒有人有問題啊, 就是關於在, 末後的日子, 之前, 都會一直有淑齡的恩賜的, 大家有沒有問題, 關於這方面, 沒有的時候呢,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經文了, 下一個經文就是, 恩賜的運作, 在羅馬書十二章五節開始的, 我們這許多人, 在基督女成為一身, 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,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, 或說如言, 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如言,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,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,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, 施捨的就當誠實, 治理的就當恩勤,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, 那這裏呢, 就講到恩賜的運作了, 就是當我們呢, 有屬靈的恩賜, 我們屬於主的身體的時候, 我們怎樣, 在恩賜中運作呢? 這個經文講到我們很多人呢, 在基督女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, 就是我們都是聯絡作肢體的, 我們是同一個身體的, 是屬於主的身體的, 那, 就是我的心都是很想幫助不同的教會合一, 不過現在實際上真的, 不同教會是不是合一的, 就是有些就反對聖靈充滿的工作, 而支持聖靈充滿的工作的人呢, 也都未必合一的, 就是他們每一個教堂好像有他自己的方向, 那他呢, 就好像覺得他跟別人不同, 他不接受到其他人的方式, 那這個都是在不同教會的情況, 那, 反而呢, 我看到呢, 細胞小組網絡, 還有呢, 這個十八區遍傳啊, 這些的事工呢, 他們是很開放, 和融立不同的群體的, 那麼呢, 在這些群體裡面也都有傳統教會, 和開放聖靈的教會, 那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好的, 就是說, 我們都保持神所賜, 我們合一的心, 這個合一的關係, 因為呢, 教會合一, 就能夠為神做更大的事, 如果教會不合一的時候呢, 就不能夠為神做偉大的事了, 所以呢,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, 有合一的心, 互相聯絡, 作之體, 那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, 在不同的教會, 我們都用一個友善的心, 用一個, 不是競爭的心, 是一個友善的心去和他們和好, 也都去影響他們和神的關係, 不是要拆毀他們的教會, 而是要建立他們的教會, 是想他們都能夠被神更生, 在他們的教會發揮作用, 那如果那些人是在傳統的教會, 他們還沒有開放聖靈, 我們看到他們都不開放的話, 那我們都可以用傳統的方式幫助他們, 就是讓他們看到聖經教導, 我們神是掌管一切的, 神是很愛我們的, 神是想發揮我們的生命的, 我們遵從神, 神一定會歡喜的, 神一定會祝福的, 這樣就鼓勵人, 去發揮生命, 進入神的計劃, 這樣的時候呢, 都是建立他的靈命, 以及幫助他們去從靈, 用他的心靈誠實去敬拜, 去親近神, 這也是神所喜悅的事來的, 這就是我們去建立他們, 用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, 幫助他們與神的關係, 幫助他們生命發揮, 全陽福音, 建立更多人的靈命, 這就是保持神所賜的合而為一個心, 以及互相聯絡作之體, 第六節, 羅馬書十二章六節那裡說,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, 說語言, 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, 說語言,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, 在聖靈的運作的時候呢, 我們如果是說語言的話呢, 就照著信心的程度, 說語言, 就是按照神給我們的信心, 神給我們的, 賜給我們的, 先知性的說話去說, 就不是超越我們的信心, 即是說呢, 不是憑人意, 或者為了我們個人的利益去說語言, 是呢, 是根據神賜給我們的信心, 神和我們的關係, 來說語言, 即是神啟示我們的, 我們就去分辨, 然後按照神給我們的信心去發揮出來, 然後呢, 就第七節, 劃作執事, 就當專一執事, 那這裏呢, 就講到一些, 比較不是那麼超自然的恩賜, 雖然都是超自然, 都是神賜的能力, 但是講到一些, 就是說, 所有教會都會接受的, 執事做行政的工作的, 就, 或者是, 其實執事不是行政工作, 執事是, 就是, 執事呢, 有個意思, 一個就是管理教會的人, 或者是, 執行教會裡面一些工作的人, 那這些人呢, 都應該專一去執事, 就是說, 專一做得更加好, 或者教導的, 就當專一教導, 那有些人呢, 神是給他恩賜去教導的, 他就專心去教導, 那不代表我們, 不能夠做超過一樣, 因為, 很多時候, 神都會賜給人不同的恩賜的, 我們可以配合一起的, 那就是說, 譬如他做執事, 他又做教導, 他有其他恩賜都可以的, 或者勸化的, 就當專一勸化, 我們去勸道人的, 去勸面人, 靈命更生的, 我們就當專一去勸化, 撕捨的, 就當誠實, 當我們撕捨的時候, 我們誠實, 不要貪財, 譬如財政, 我自己, 都, 有兩個情況, 是我所認識的人呢, 在教會裡面偷錢, 這個, 並且被教會發現, 不被發現, 我不知道, 這個, 對那個人造成很大的破壞, 對教會也造成很大的破壞, 令到人失去信任, 如果一個人做教會的工作, 而他偷錢的時候, 真的是很糟糕, 真是造成很大的問題, 是神所, 神所不喜悅的, 神是會懲罰, 神是可以, 這個人是不得救的, 所以是非常之危險的, 我們是應該, 真是, 處理錢, 處理任何的錢財的時候, 我們都, 都小心, 都誠實, 不要做任何事情是神不起的, 我們任何一件事都是的, 我們做事都知道, 神是看到的, 但是, 有時候人的愚蠢, 就好像, 看不到一些聖經說了, 神是掌權的, 神會看到的, 無法逃走的, 無法逃走的, 但是, 依然, 會有人去, 偷錢, 或者做其他不好的事情, 然後, 跟著呢, 就是自理事的, 就當恩勤, 這個就說到行政, 管理的事情, 就當恩勤, 憐憫人的, 就當甘心, 因為憐憫人, 有時候見到那些人, 很, 很煩啊, 就是, 幫極都不肯聽話, 不肯改變, 我們都甘心樂意, 去, 服侍他們, 是有一個, 專一的心啊, 就, 不要說, 哎呀, 他們很煩啊, 他們幫也幫不了啊, 這些人呢, 真是, 好不, 好有問題啊, 這樣的時候呢, 就會, 沒有內心啊, 其實有內心, 就算那些人很難幫也好, 我們逐漸都可以幫到的, 所以, 求主幫助我們呢, 有內心, 甘心情願去, 憐憫人, 去幫助人, 這件事都是我在事奉裡面呢, 我們都會發現, 有些人呢, 就是幫助一些, 軟弱的人, 情緒化的人呢, 越做越猛啊, 那我們求主幫助我們, 他有問題, 他的問題, 我們依然是, 有內心, 他才會接受我們的幫助的, 如果我們在過程中, 我們自己, 很沒耐性啊, 或者很煩啊, 很猛啊, 他又會收到這個訊息的, 他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呢, 是成為一個不好的見證, 都神不喜悅啊, 總之, 我們幫助人的時候, 那個人收到, 神就更加收到啦, 所以神不喜悅的, 那樣東西呢, 那樣東西呢, 我, 就是, 多次見到, 多次見到, 侍奉的人呢, 因為他們, 這個是普通人相處的方式, 很多人相處, 很多時候都會, 會, 會煩惱, 煩惱啊, 猛症啊, 看到那些人不聽話, 就會猛症啊, 就會激氣啊, 那就, 結果呢, 那個人呢, 也都會有受傷, 那這個都是, 人際的一個問題啊, 就是, 求主幫我們侍奉的人呢, 首先是, 處理我們的情緒, 內心平穩安靜, 我所做一切, 神都喜悅的, 所以, 無論那些人怎樣反應都好呢, 我都不用被他影響的, 他不聽話是他的問題, 他要面對這個後果, 我們就是忠心去幫助他, 持續去幫助他, 他都是不肯聽的, 那他負責, 我不需要猛症, 我猛症, 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的, 反而是破壞我們自己的侍奉, 神又不喜悅, 所以我們就刻意的, 就是處理我們的內心, 就說不要緊的, 他的問題是他的, 我不需要猛症的, 是耐性的幫助他, 有愛心的幫助他, 那神就喜悅的時候, 神就給我們智慧了, 去引導他, 有些人說很難改變, 我們就引導他, 給功課去做, 他開始改變, 怎樣開始呢, 譬如說, 給一些指引他, 你一日用多少時間親近神, 然後呢, 你怎樣去處理那些人的問題, 那些人怎樣傷害你, 他們是不是都是持續傷害你的, 或者傷害別人的, 如果是, 我們不需要介意, 去說服自己, 一直在心裏面宣告, 神呢, 會祝福我的, 我不需要受人影響的, 那我就不需要介意人的傷害, 於是就鼓勵人, 逐步你今天有沒有少少進步, 你有少少進步呢, 就已經是, 可以欣賞自己了, 感謝神了, 我可以開心快活, 因為神都欣賞我, 今天有改變的, 就是這樣引導人逐步處理, 那如果有些人不肯處理的, 那他責任在他身上, 這是他的問題, 就是有些人真的不肯處理, 他一輩子都是放棄的, 他不願意處理的, 那這是他的問題, 我們, 就是, 知道這個人, 他是有這樣的心態, 我們, 我們都繼續去幫他, 不過呢, 我們, 如果人是不肯自己去處理的時候, 我們把責任都交回給他, 就是, 那個波交回給他, 那你就, 你可以怎樣做呀, 你這次可以怎樣做呀, 總是, 把波交回給他, 那他, 總是不肯處理的時候呢, 那這個是他的責任, 每一次他跟我們說的時候, 我又問回他了, 那你可以怎樣處理呀, 你可以不可以開始處理呀, 有什麼困難, 你告訴我吧, 我就幫你處理吧, 那這個就會令到我們內心, 不懶惰, 不激氣, 不怒嘈, 不要緊要的, 他不改是他的問題, 他一路, 一路投訴, 一路埋怨, 一路, 很慘很慘, 那我們, 又會告訴他, 好了, 那有這個問題, 你想不想脫離呀, 那你可以怎樣處理呀, 總是拉回他去, 你可以做什麼, OK, 好, 那就是說, 我們運作各樣恩賜, 尤其我們幫人的時候, 是更加容易在這件事上, 軟弱, 有情緒化, 那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, 靠耶穌得勝, 好, 那我以上所說的, 大家有沒有問題? 好, 那如果沒有問題, 那我們就一起祈禱, 一起祈禱, 求主, 加力量給我們, 求主, 使用我們的生命, 發揮我們的生命, 讓我們能夠被神大大使用, 祝福更多人, 求主恩待我們, 禮憫我們, 믿著我們, 祈禱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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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祈禱, 祈禱, 靠耶穌得勝有餘, 祈禱的生命, 靠耶穌得勝有餘, 多謝天父, 讚美天父, 感謝天父, 哈利路亞, 哈利路亞! 多謝耶穌, 多謝耶穌,感謝耶穌,哈利路亞! 好,我們一起祈禱,親愛天父,我們多謝讚美你,感謝讚美你,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,神你是時時跟我們一起, 你關心我們的,你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恩慈, 你都告訴我們,教會是一體的,是我們應當聯絡作之體, 求主幫助我們放下所有對於基督徒不滿的地方, 或者對於教會不滿的地方,當我們看到人不好, 或者教會有問題,我們的心態只是祝福他們,求主憐憫他們, 也都求主給我們機會幫助他們,如果神沒有給我們機會幫助他, 我們不需要背負責任,我們就接受,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聽神的話,這個是他們自己的責任, 我們只是為祂祷告,求神聯憫他們,求主更新, 眾教會能夠合而為一, 求主除去教會之間的那些不接受對方, 或者是不能夠合作,或者甚至有敵對的情況, 攻擊的情況,求主聯憫, 我多謝主神讓我感受到,可能在大災難的時候, 教會會更加合一很多的,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會很困難,很困難, 看到有基督徒是愛主的,他們都會更加願意合一, 但是那時候可能正式的教會都不能夠存在, 意思是有教堂這樣去親近神,可能都不能夠存在, 因為在教堂已經受迫伯,基督徒受迫伯, 所以那時候只是私下的聚會, 但是這個時候,教會真的知道我們要靠神, 依靠神,不能夠依靠自己, 為主幫助我們,靠耶穌,看重任何一個基督徒, 看重任何一個教會,也都賜給我們耐心, 愛心去發揮我們的恩賜, 專心去發揮我們的恩賜, 誠實去發揮我們的恩賜, 也都是去欣賞別人有的恩賜, 跟他一起同心合意的慶望福音, 如果有任何人我們幫助的, 我們覺得不耐煩的,求主耶穌幫助我們, 叫我們呢,我們應該做的, 我們就專心去做, 有些事情是別人的責任, 我們不需要背著, 我們不需要煩惱, 我們不需要心裡懵惰, 我們就是將這些事情交給神, 我們可以做的就做, 我們都逐步引導人去負他們自己的責任, 幫助他們提升, 感謝天父, 讚美天父, 感謝天父, 祝福,榮耀重贊歸給你,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, 大大使用我們的生命, 加力給我們, 與我們同在, 神啊,我們需要你, 耶穌我們需要你, 我們感謝讚美你, 有神萬事足, 有耶穌萬事足,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的, 感謝天父, 哈利路亞, 哈利路亞, 主啊, 我們能夠服侍你是恩典來的, 主幫我們把整個生命獻上給你, 哈利路亞, 主耶穌, 我們知道你深深愛我, 我的心愛沒有你, 你是我一切, 我是你, 我是你, 背面上捕石, 也是你, 冷眾地道人, 我的心, 天給你, 天給你, 完全屬於你, 主耶穌, 我知道, 你深深愛我, 多謝耶穌, 我的心愛沒有你, 我的心愛沒有你, 你是我一切, 我是你, 背面上捕石, 也是你, 眼中地同人, 我的心, 我的心, 天給你, 完全屬於你, 求主幫我的心, 完全屬於你, 我的心, 我的心, 天給你, 完全屬於你, 我的心, 天給你, 完全屬於你, 我的心, 天給你, 完全屬於你, 以靠耶穌來服侍, 神一定歡喜, 神一定接立, 神也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恩賜, 求你幫我們發揮我們的恩賜, 使用我們的恩賜, 讓我們的恩賜, 能夠榮耀神, 祝福別人, 多謝天父, 感謝天父, 神你賜給我們足夠的恩典的人, 我們走在神的路上, 什麼都不需要擔心, 什麼都不需要憂慮, 感謝主, 讚美主, 我會請請你, 我們坐右上, 站起來… 謝謝你… 你連住人家… 照顧玉莺, 走開來… 不能入口的姜… 嗯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